所以那個時候沒有想到會經歷之後的那些經濟上的那種打擊 是的 我也挺幸運的 就是找到了一家華人很大的金融公司 然後在它下面的這個投資媒體做總編 那我也非常自信 當時年輕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所以當朋友說 哎 Tina 你這麼聰明 說我看你經歷很旺盛 你何不嘗試一下做這個margin 我說margin是什麼東西呢 他說就是外匯保證金啊 用我們公司的平台 然後你把美金存在上面 然後每天晚上是北美的市場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北美市場上操作幾個點 一天一個晚上有可能你就有一千美金的收入 那我一聽他說這麼簡單 因為原來在中國也有炒股 中國不是99年的時候這個股票市場非常的火嗎 那我們有炒過 但是呢 我覺得他講這個外匯保證金呢 我覺得是蠻有吸引力的 而且你當時也是身處在這樣那個金融的行業的 這個相關所做的報紙當中 肯定會覺得周圍的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對你來說也很容易 對 因為我們報紙也有這個專欄 這個專欄就教別人怎麼炒外匯 然後同時呢 這個專欄上頭也介紹一些世界的這些經濟的信息 那我就覺得 我本身是做這個媒體的 那我何必要嘗試一下 所以我就開了戶 而且每天很多人來我們公司開戶 那開戶的人都是十幾萬 柳幣的這麼炒 我呢 就悄悄的拿了幾萬柳幣進去炒作 還真的就是當時是一個晚上確實能 有的時候不睡覺 看著白美市場 有的時候就是能賺一千美金 我就覺得我的這個生活多美好 有一份固定的這個職業 然後還有一份外快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很好 我還鼓勵很多人炒灰 對 但是這個金融的風險沒有想到說來就來 一下打擊那麼大 沒錯 是的 這個真的是不可控的 就像人說的 投資有風險 這個我覺得吧 現在我的經歷是 做任何事情呢 聽別人說是一個方面 自己也要做很多調查 這件事情實不適合你 是不是你的專長 然後你再選擇做 雖然是一個不幸的 像是這種打擊一樣的 但是對你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好處是 你孕育出了一個作品 現在還有什麼其他的感受嗎 我覺得怎麼講呢 實際上如果要再回到當初 有可能我還不去做那件事情 因為這個作品我覺得我不是為我自己 我覺得是當時有這麼一件事情發生 我覺得要有一個記錄 然後所以這本書裡面吧 我不僅僅只是以這個金融公司的這個衰敗 或者為這個背景 同時呢 我也寫了三個大事件 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這三個大事件都是在過去十年 華人非常記憶深刻的這麼一個世界 是 我想問一下 您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慾望奧克蘭》 這兩個慾望兩個字是你對奧克蘭的一個概括嗎 還是想表現一個什麼樣子的一種意思呢 我覺得慾望應該是對人生的這麼一個概括 因為人從出生下來就有慾望 他餓了想吃 我覺得慾望不是一件壞事 這是一個中性質 可是您知道嗎 這個和我們看到的奧克蘭不一樣 如果我想的話可能是平和奧克蘭 美麗奧克蘭 但是在你的眼中看到的就是奧克蘭的 當然就像你說的慾望並不代表壞事情 可是還是能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奧克蘭 對 因為移民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移民來一個不同的國家 或者選擇來了新西蘭 實際上這就是他想改變生活狀況的一個慾望 對吧 那為什麼用這個書名呢 因為我就覺得在奧克蘭 我們很多華人他的這個思維方式 我覺得可能還存在著就是 在過去的為移民前的這種生活方式 或者思維方式 但是怎麼控制這個慾望 就是人要有慾望 那就是去年 那這其中是以你自己的原型 就是你是這裡面的主人公嗎 非常有意思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是 那裡面 但是呢 我的性格在裡面 但是故事不是我 就是其中 我這裡面有一個主人公 他非常的好強 他非常的這個自信 但是實際上最後他摘了更多 有沒有把自己一些真的經歷的東西 這個寄託到他的身上 我覺得就是一個分發圖強吧 我覺得不管在哪裡 不管碰到什麼磨難 就是人不要棄壘 就是但是你要從你的錯誤當中學到東西 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錯 同樣的錯誤 對 創作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什麼樣難忘的經歷嗎 或者你覺得這個寫的時候 最難的點在哪兒 我覺得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就是剛才說到了 有我爸爸的這個幫助 我爸爸現在在醫院裡 他就是不知道我的這些事情了 因為他就是這挺遺憾的 他就是老年痴呆了 那後期的這個完成呢 是得到我哥哥的幫助 就是我哥哥呢 可能也是因為這種家庭的這個基因遺傳 所以他對這個文學他是非常愛好 但是他是一個理科生 對 跟文學完全沒有關係 不一樣的頭腦思維方式來看 對對對 他呢 應該是我第二個讀者 那我把這本書拿給他 就是一些篇章拿給他看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你這個人物弱 你那個人物好 他說你怎麼來突破 突現這個人物的性格呢 他說你要通過對話 你要通過他當時的這個場景的描寫 他情感的變化 他的這種兩個人的這個對話的這個 來顯現他的這個性格 然後我就覺得 我哥哥 挺有道理的 對 我說他是一個理科生 他能說到這些東西 我真的是覺得挺好的 是 所以他也給你很大的幫助 對 還有呢就是我周圍的朋友 那我也有寫不下去的時候 有的時候真的是就是腦子就木了 那我就會去跟我朋友聊聊天 我說你看我寫到這兒 我寫不下去了 因為裡面有一些是寫房地產的這個開發的嘛 對 那關於房地產 我沒有做過房地產 那我就去問一些朋友 我說我這麼去說這件事情合適不合適 那我很多朋友他們也在做房地產 也有做開發的 也有跟City Council打交道 他們就說 這件事情你要這麼說才對 對 所以 很實際的一些指導 對 對 對 很多人對我都挺有幫助 是 然後呢我也把這個書拿給 就是寫了一些篇章 拿給一些朋友看 他們有的時候就笑我說 你寫的是不是我呀 看到自己的影子了 對了 所以呢 當時這本書發行了以後 就是在18年的9月份發行了以後 當時有很多朋友來現場 他們拿回去這本書看完了以後 就跟我說 Tina你寫的挺好的 說這個 因為我們都在奧克蘭生活了十多年 然後你寫的故事 你寫的場景 你寫的人物 好像都是我們周圍身邊的 這個很真實的這些人 他們看到會很有共同的記憶 對 對 他們就說 哎呀我拿到書以後 我一個晚上就看完了 他說Tina你知道我從來不看書 我說是因為我寫的 我是你朋友你在看 他說不是不是 他說你這個書好看 他說我就是一口氣就讀完了 一個晚上就讀完 聽到這個我真的挺欣慰的 是 現在作品已經非常完美的呈現出來了 那麼也有很多人讀過了 但是我聽說你可能還會有這個 把它往改劇本 還有影視化創作的一個方向去想考慮 對嗎 對現在就是新西蘭有一個正在籌辦的一個華人電影和電視協會 那這個協會裡面有自編人有導演有編劇還有投資人 他們也都在這個行業也都有過成就的 也是華人但也有洋人 那現在我這本書出來了以後對他們那個影響也蠻大的 其中有一個導演看完了以後他就覺得很有感觸 他挺想把它拍成電影 然後跟我見了幾次 現在我們兩個就是在籌備 就是準備把它改編成電影 所以是您自己要著手來進行改編的工作 對對我和這個導演一起吧 希望能把這件事情做成 現在就是我們在努力希望有更多的人關心 支持這件事情 然後以後如果在奧克蘭真的開拍了 也希望更多的華人給予我們支持 對 讀的時候會覺得很親切有共鳴 我覺得如果能拍出來的話 看著那些熟悉的場景的話 大家可能會更容易投入其中了 對 是的 我覺得奧克蘭是一個非常美的國家 現在關於移民的話題也是一個華人比較熱衷的話題 以前不是有一個電視劇講的北京人在紐約 那是電視劇 但是關於移民的電影還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能把這件事情做成 但最後還是要看投資人 希望能找到投資人把這件事情做成 那除了這個《慾望奧克蘭》的改編影視化之外 您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創作的計畫呢 或者現在腦子裡有沒有構思更多的一些小說內容啊 實際上有很多朋友經常跟我開始 就是講他們的故事 然後有一天就是有這個在這邊的陪讀的媽媽呀 單身母親呀 她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希望我也寫寫他們的生活呀 但現在還沒有構思去寫任何一本書 只是把手上的事情先做完 好的 那也謝謝Tina接受我們今天的採訪 那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有更多的讀者能讀到這本書 然後讓他們產生共鳴 對於我們在新西蘭的奧克蘭的生活 對於每個華人來說 移民來說都有更多的反思 也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這個影視化的作品 好嗎 謝謝你 我們自己都示範 是的 謝謝你 我娘